字幕提供 嘻哼 話說觀眾看了我們雞扒那集之後 就在Inbox我們說 其實台灣有很多過江龍的食物 我們都知道台灣有很多過江龍的 所以我們不單止說雞扒 我們一年多集都會繼續介紹 很多已經落地了香港的台灣食物 而我們在台灣一起嘗嘗它的原味 話說話,究竟我們是做的江優柔還是江優食呢? 既然做得比較,我都不介意比較一些大牌子 天人名茶,你在香港有沒有喝過? 沒有呢?就麻煩你試一下 否則你不太明白我之後說香港版和台灣版有什麼分別的 不過難得來到,不要說買廣播 嘗嘗一下,不好意思 其實好像在台灣還沒喝過天人名茶 心想香港有,不過還是那句 看到台灣,嘗嘗別人的原味 香港有沒有這個店? 阿灣仔,灣仔是一間的 香港的,一間大店 不知道有什麼味道 焗茶粉,買罐 這裡呢,有谷口,茶黃好喝的 其他,我很少喝的 因為有些人會喜歡喝珍珠 天人的珍珠 我同事跟我說,如果你天人不吃珍珠 不如不要喝的 但是呢,我覺得如果你不喝冷的 喝熱的都可以 OK,要一個小烏鮮奶肉 熱的 熱的,對,你要中杯還是大杯? 中杯,還有咖珍珠 那個是賣茶的 品茶 挺好喝的 這個水果肉茶 猜不到 因為平時我在這個 香港一時喝甜 我本身不喜歡喝甜的茶 不過它的味道沒有湯 通聞,那就試一下吧 其實這個香港有的 老實說,有什麼不料 不過會不會是因為台灣水土的問題 因為台灣的水比較涼 因為台灣的地理環境問題 喝出來是特別好喝的 我都不敢回答你 我總是禮拜推介一下 天人冰茶 很便宜 可以贊助我 是OK的 可以喝喝 其實我真的不太介意介紹天人冰茶 因為天人冰茶 我覺得在香港來講 台灣牌子都叫做數一數二 當然我是不介意大家繼續介紹更多好的茶 給我認識的 或者幫它引入來香港 或者叫我幫它引入來香港 就適合了 上一集講飲食 今集繼續講飲飲 介紹完天人冰茶的台灣版之後 下一個介紹的就是 幸福堂的台灣原版 這個原版非常特別 對於我來講 因為我在香港沒喝過的 大家看看這間幸福堂 我在這裡等了半個小時 但其實沒有動過 你看看一條隊 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我們已經進了很大步了 我們本身在日本 我站在這裡 有個牌子 應該會牌子 大概牌子了 半個小時 來到這裡 我預計最多半個小時 會到前面 我覺得像當年動漫節一樣 對 現在排著標準 究竟呢 我們排了成一小時 排到highi 的韓國酒 我真的沒試過排成一小時 在喝這些 究竟有什麼好喝呢 要攪勻對嗎 攪到最勞 攪完 先吃一些珍珠 好吃 珍珠很不同 很少吃珍珠 平時是抵珍珠 我真的不知道是不珍珠 但珍珠很美味 暖暖的 過了一會就不暖 好像是 可以吃麻糬的 很棒 咬得深入一點 不覺得裡面有粉 不像在咬粉 又是香港 香港那時候我覺得不好喝 老實說 如果香港要排整個鐘 我一定不會試 但去到台灣 反而多點時間 無論如何都一定要嘗試台灣原版 是不是真的這麼誇張 因為很多人說台灣原版好喝很多 嘩 喝完之後真的完全不行 搞得我已經愛上了珍珠奶茶 我平時在香港是不喜歡喝珍珠奶茶 所以我都充熱承諾 第二天再來喝 兩天之後 好了 我們又來到西門町了 我說給大家聽 我已經中了毒 算了 我放棄了 是要繼續喝的 因為我本身是奶 真的不太喝 廣道好像很討厭 其實台灣也經常喝木瓜 風空 我沒有攪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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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是攪勻 我沒有攪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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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挺好喝的 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 我經常覺得 是不需要攪勻 可能有不同層次的味道 其實這個品牌裡有幾十萬樣的飲品 但你沒有什麼可能 你喝這個黑寒珍珠 我都覺得 我都很喜歡 難道我要嘗嘗 那個什麼 珍珠丹 說一下 比較一下 因為昨天 台灣朋友有跟我說 這個幸福堂 他覺得 沒什麼特別 但是 本地人會有什麼 他們馬上說 珍珠丹 他說 你走過路過就是不能錯過 你找不同層次 讀我叫他聽一下 找一下哪個油漬 其實 引入得來香港的國際品牌 他們一定要有差不多一斤 兩斤才能夠過來 所以 只要在香港出現過的品牌 我都頗有信心 去試原裝整版 所以 今次來台灣 我都會經常去試原裝整版的東西 剛才我有講珍珠丹 下一集 我就試了珍珠丹 給大家看看 看看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拜拜 拜拜